《大雪》 淡回口大雪卡 衝生了應經理 撈世界要醒目 日如當晚把戲 其實我想起波叔不是想起做戲 是想起他風範 他雖然很急躁一個人 但他在演戲時很有內涵 而且他很追求完美 有一點他覺得不妥 他馬上改進也好 甚至我們後輩 他覺得怎樣好 其實我們哪有資格說 但他也是這樣 梁勝波波叔能穿梭粵劇電影和電視 因為他對我們的語言 粵語敏感到相當高 他敢死在這麼嚴肅的粵劇裏 加一些語氣助詞 原本歌詞 淡回口大雪卡 沒什麼 正正常常 他加東西下去了 淡回口大雪加寨 加個寨字 這些語氣助詞 就像波叔一樣 跳出來和他們聊天 閒話家常 他就說 阿全女 你這麼漂亮 你不做大戲浪費 台上台下都值得我們學習 台上他是萬能的老官 做亦正亦邪 搞笑 哭又行 總之什麼戲都難不到他 台下他真的很疼愛子女 我記得那時上班 他的孫子拿飯給他吃 他很尊重 沙展 我們叫他波叔 我從他的子女 文蘭姐 小寶姐 覺得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爸爸 想起開心 歡樂 很正氣 很正義的一個人物 烏龍王 就是烏龍王 有些失如失態的情況 他做得很好 波叔可以說 我是入電影界的大貴人 小女兒 你過來 你過來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當時因為在換牙 我叫做雪茄煙 他說 你再說一次 我說雪茄煙 他說你的名字很正 叫做雪茄煙 隔壁廠有個雪茄煙 他說他很正 叫他過來拍戲 梁聖波當年是一個令人目不暇 即是喜劇巨人 我記得剛剛看完一套 呆老敗秀 或者那些古裝的粵劇 他裏面做醜生 下一套 他就擔回大雪茄 衝生了 認經理 就回到香港這個現代的寫字樓社會 以及 刻畫到那時候有錢人 或者是中等的管理階層 看高拜 看低 老婆又很兇 拍著譚蘭卿 但是對著美女 又有一些壓抑的情慾 那些位置 即是在邊緣 邊界 嗨邊 擦角 這些位置 他是最能夠發揮到 梁聖波自創自發 和自覺流露的喜劇才華 就是 他這裏都幾chubby 都肥肥地 他呃呃呃呃呃 那這裏就會抖 那是很搞笑的 而且 一看就知道是梁聖波 一粒語氣助詞 波叔覺得不夠喉 他要加夠兩粒 問你死了沒有 原本的歌詞 日如洞玩把戲 他就唱成 日如洞玩把戲 加了兩粒 有什麼大不了 你整句粵劇後面停頓這麼多 我加兩粒去裝飾一下 波叔就把粵劇拉下來 做到粵劇普及化 穿起西裝隔離 USA歐西眉 我實在沒什麼聲氣 那波叔就打給我 他說 阿燕 你在新加坡 有首歌叫唐前賣鴨 是不是 我說 唐前賣鴨 我說 你問你做什麼 我想學 我快要登台 他說 你告訴我唐前賣鴨是怎樣唱的 我就想 什麼叫唐前賣鴨 原來是英文 叫做 unchain my heart 哈哈哈 他是一個很敬業 爭業的人 他不停隨著時代的轉變 而改變自己的路向 願意繼續去做好自己的崗位 無論他做主角或配角 他都 你都覺得他是很適合很適當 他如果做醜角 他也不會搶過 或者做配角 他不會搶過了主角的風頭 但做主角 他也可以擔得正整個戲 大家跟著他走 他絕對是喜劇界的始祖 所有的comedians 最搞笑的有的元素 就是他反應超快 他是很直接 很真 這樣表現到他自己內心的 天生一個搞笑的人 所以我是暈倒他 就是在舞台上的他 所以我們現在做他的戲 我不敢說是他的樣子 不過我們跟著他的路走 當然我們走不了他的樣子出來 但是我們都是欣賺著他的部分 他是這樣做 我們都是向著那個方向做 這個就是我自己 如果做弟女花你派周中給我 我一定的 百分百照著他做 但是我當然沒有他不好 但是都是那個樣子 都是這樣做法 我覺得他的事一點都不過時 因為我覺得他每一次很用心去做 最重要是投入角色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最重要是感情 你去感動人 就是你能不能將這個角色 活生活現活生生地去好 給觀眾看 所以不會過時的 剛剛有隻大姐夫 哈哈 肥就確是肥 今晚就約了你們看大戲 哈哈哈哈